那再來開車在路上遇到這種情形 真的會怕一條 可以出現一名男主說無緣無故 看到車輪到雜車 男主手頭又又拿到這個棒球棍 在車前這樣駛來駛去 好像是要找人輸贏一樣 在這個要路上 電動頭走 差一點讓車輪到 這教師林是怕教授把這個行車寄進去 放在網路上報警處理 KO 網路路的車輪來來翁翁 才適合早上七點多 出現一名行車奇怪的男主 手拿到棒球棍在車道來回飛步 比雜車的家屬驚到不知道如何是好 馬上三片到隔壁車道離開 遠遠的就看到他 遠遠的看到他的時候他就是速度轉慢了 他速度放慢 然後放慢的時候有沒有 看他又一直靠近過來 然後他就切到內側車道這樣子 然後又很怕後面也有車子過 後面上報警 KO 環境廣告現場處理的時候 這位男主已經走到路邊 但是精速也是很不穩定 原來他之前是加油站的觀光 因爲跟董事上處不及 也真正團圖給上攝牌救婚禮節 才想要拿棒球棍到加油站立頓 服務人員應該要做事情 加油 掃地 整理環境 看來四天不是很了解 他到底就目前的工作 有什麼不滿意 他就說他就要離職 此時才除那個 棒球棍要到加油站 找該幹部理論 因為理論未成 洋言就是要 第一名向加油站洋言 所以說才會走到路中 意圖要讓車子撞下這個情形 南豬離這條後 因為心情不好 只會出現這種行為 歡迎北斗這名南豬 共濟主義 不僅馬登地便宜 受用觀察 大中華新聞 辰文青Kao 蔡宏寶德